我要請去秒 從葛羅斯看債券的 一個一生一次的轉折 到後來包括巴菲特 蓋茲 到耶倫的談話 都提到一生一次的一個機會 怎麼做觀察 對 基本上高手都是在 關鍵的時間點出手 像葛羅斯算是高手之一 雖然過去有錯過一段時間 不過那個轉折點的掌握 當然是很巧妙 第一個是說 第一個它的標的一定是泡沫 或者是說有機會起帳 或者是說起跌的點 對 這張圖是各個國家的殖利率 從一年期到十年期 你可以發現 像比如說瑞士 德國 幾乎從一年到十年 幾乎都紅色代表負利率 對 這四月份的時候 對 負利率代表什麼意思 說這個是泡沫的現象 要不然的話你怎麼買債券 你還要付利息給 付保管費 對 很奇怪 這很奇怪的現象 借房貸 銀行補貼利息 本來就是泡沫的現象 對 葛羅斯為什麼在那個時間點出手 其實如果說我們看一下技術分析 搞不好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對 比如說這個是德國時間期公債 你看下面大概有點類似打出一個 好像一個底部左肩右肩 破底翻了 他為什麼在這邊講的時候 因為他這個地方做狙擊的話 一突破上面就形成一個 利率的一個底部 對 就像這個價格的頭部 對 所以你看這段做第一波的攻擊 然後後面的這個 鋼拉克就是新的債券天王 對 他想說這個時間點 他本來想講 後來被這個 葛羅斯講掉 葛羅斯講走 那第二波攻擊我就要加入了 對 所以他一喊下去又中錯一段 對 所以最近這個新舊兩個債券天王 倒是還蠻厲害的 一個一生一次 他說一生一次被你搶走 那我至少一生第二次我要來做一下 所以大家有這種現象 過去來看的話 這個QE因為它造成股市跟債市一起漲 所以現在說一起跌也沒什麼特別例外的 因為過去來講這個QE的資金 就不斷的流到債市 流到股市 當然債市的規模更大 我們看一下這是金融海嘯之後 資金流入債市的規模高達1.35兆美元 是 那流入股市包括接近5000億美元 對 那這些如果說這個目前在下跌的情況之下 就代表說它一個去槓桿的動作 其實還滿大的 駿銘器我們要觀察 觀眾朋友剛剛從前面講說 沒有股市 其實要跌那麼多 為什麼有的股票指數不跌 觀眾朋友最後一個注意 昨天蘋果發債 他發債幹嘛 就是買庫廠股 觀眾朋友沒有股市 今年第一季度 美國的盈餘跟庫廠股 百分之百 美國所有公司賺的錢 都是買庫廠股 像蘋果因為他錢在海外 他怎麼買庫廠股 他發債 可是昨天發債的曾經很糟糕 什麼意思 就是美國最後一個多頭的指標 蘋果 他的資金可能會斷裂 斷裂什麼 他買庫廠股可能會斷裂 所以這兩個 Jim 到底利率狂飆會對股市 有什麼樣衝擊 其實這個利率大漲 其實第一個是對股市的評價 剛剛邱老師有提到過 第二個部分對房地產 債券是直接衝擊到價格 因為債券本來就是 利率的倒數 所以第一個是債券 有可能會受到影響 第二個股市的評價 代表說目前本益比 就不適用太高了 所以股價部分會修正 第三個房地產 因為你這個利率 本來就是會影響到 你的投資成本 所以這個地方也會受到影響 所以這個影響的範圍 基本上還滿大的 還有另外的話 之前有一個 算是 也是債券天皇所提到的 他所提到就是 美國每一次的升息 要特別注意高收益債券的部分 那可能會造成 高收益債的一個崩頂 他跌幅可能會比國債還要大 那可能要特別留意這種現象 好 我們要特別觀察 非常感謝五位 謝謝